和抵抗力 离它们是近迷远 拿出猫薄荷它们都能闻得到 并且会直接扑上去 你想拦都拦不住 这位饲养员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既然猫咪这么喜欢猫薄荷 那么同一猫科动物的狮子 老虎会不会也喜欢呢 说干就干 饲养员拿出一大桶猫薄荷 并将其包在纸弹里 丢给狮子老虎 老虎的反应是最强烈的 它在发现猫薄荷的瞬间 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一口一口的咬着纸弹 急着它差点没跳起来 只为了多吸两口里面的猫薄荷 豹子的反应就比较显实了 才吃了没几口 就四脚朝天开始打滚 和家里的猫咪简直没什么两样 就差张口喵喵瞅摸了 还有两只蛇蜊 为了争抢猫薄荷打了起来 果然只要是猫科动物 就对猫薄荷没有任何抵抗力 管你周围有没有人 我先打了滚再说 这也是它们的天性 猫薄荷对于它们来说 实在是太新人了 如果你去动物园的时候 身上带上一包猫薄荷 没准会受到老虎们的特殊对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